金谷奇观 接眼前文 赏文书讲道满文臣中了状怨 又受了广兵府的知府 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安排好了一切准备归日东西回陕西凤翔 见自己的媳妇和老丈人 马上就要走了来人找的 谁呢 本家一大哥 满老大 兄弟 给你道歉 哥哥您怎么知道在这 那谁不知道 显如今一举成名天下文 都知道你是金科的状元 给咱们家露脸 老满家这回算行了 咱们家能出这么一位状元 而且听说你现在是广平的知府了 给你道歉 哥哥 这是这么多年翻也不容易 同歉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现如今你要去哪 我得去趟凤翔 你有急事啊 你上凤翔干嘛去 我也没什么事 我就看朋友去 各位 这就是小满不对的地方 你就实话实说 我那结了婚了 有媳妇啊 说好了 我得回去一趟 就得了 他有点不好意思啊 我遇见本家哥哥哥了 你现在这结婚事家里也都不知道 我这个 我有一朋友 嗨 有一朋友呢 哈哈哈哈哈哈 那算什么呀 你以后朋友还少啊 你得这么想 显如今你不是老百姓了 你是状元 而且你是广平府的知府 府才大人了 朋友还不有的事吗 让他以后上广平看你了呀 不合适吧 你说这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兄弟兄弟 你可不像个做官的人啊 你现如今是大姥爷了 你怎么说话磨磨丢丢的 哪怕什么 你有这么个心都不容易 嗯 啊 是 有朋友对你不错 你现在你也中了状元 你也做了老爷 你还能想着他 那说明你这心态不赖 是不是 这个有机会他瞧你来 他不会挑眼的 你想他跟大老爷能挑眼吗 是不是 你甭往心里去 我 我 我这 我告诉你 现如今有比去凤翔 更要紧的事 什么事 你得回一趟淮南了 我回淮南 兄弟 你可别忘了 咱们家是淮南人 而且咱们是大家庭 你算算吧 咱们家里这些个亲戚可都眼巴巴的瞧着你了 嗯 叔叔大爷们都说 露脸了 我老满家出高人了 现在如今做了官了 你得回乡 祭祖 是不是 不是 那我找什么 你看看 咱们出去咱们找一明白人在问 中了状元做了官 是回乡祭祖重要 还是上凤翔看朋友重要 人家哥哥说这话也对 因为人家不知道你在凤翔那结了婚了 所以说 你说吧 是不是 祭祖重要 见朋友说 啊 是 当然 是 祭祖重要 这不结了吗 嗯 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你不认祖宗 你回去给你爹那个坟烧纸也是应该的 对不对 上坟前上坟的烧纸告诉你爸爸一声 你现在不错了 让老头九泉之下心里不踏实 这也是应该的 不是 你不知道 我在奉祥 我那个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 再好的朋友能跟你爸爸比吗 人家话问的其实是有道理的 你老说是朋友 朋友 才好的朋友赶得上你爸爸呀 对不对 怎么着也得先跟你爸爸上坟去 所以说你必须跟我走 我说哥 你们没明白 他说我这 我明白什么呀 行了 兄弟 我替你说了吧 这些年你不容易 一直在外边 家里没人管过你 没人给你花个一文钱 心里不舒服 是不是 小孩啊 我们上哪找你去 对不对 你跟外边是失了苦了 受了罪了 可要一劫 能受天魔真铁汉的 你这个在外边是受罪 你今天不都全补回来了吗 你既是状元 你又是知府 可以了 可以了 而且做了官了 这些个事 不能往心里去 没别的 听哥哥的话 咱们回家 回家之后 担心日子 你再走 没人拦着你 哥哥不上 什么不上 来来来 快进来 给他搬东西 搬东西 搬东西 感情 满老大也准备车了 来一帮人 乐乐呵呵的 把这东西 全弄车上 走走走 干嘛 跟哥哥家走 不是你听我说 回家再说去吧 事儿就怨这小满了 把话没说清楚 糊里糊涂 寒寒寒寒 把这事儿折过去了 一路上可就回在了淮南 哟 就这一到淮南轰动了 人家淮南满地是一大家儿 哎呦我 重远回来了 就去迎接吧 连老的在哨子 这些人都出来了 嗯 这家也请 那家也请 一块祭祖 上坟地 祠堂里边烧香 又带着他 上他父亲的坟上去烧纸去 这一折腾 半个多月 天天喝酒 家家请 你到这会儿了 穷在街头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你要说要了饭了 走到街上 谁都躲你 你要说了不起了 你住在耗子窟窿里 也能给你刨出来 人就是这样吗 家家请吃饭 请喝酒 这一天 到在他一个叔的家里边 啊 这个叔呢 跟他们家走的还挺近 啊 单字 名贵 叫满贵 啊 这个书 家里边准备好了所有应用职务 啊 大牌宴宴 请自己的侄子来吃饭 把他让到上头 你坐这 不行 叔叔 我不能坐 你坐 你现在是壮业 而且你现在是知府 你根本身份不一样 坐到上头 叔在边陪着你 坐着吧 家里这些亲朋们 这围了一圈 吃饭 聊天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满贵乐的 孩儿啊 哈哈 有出息 好孩子 叔叔看着高兴 嗯 这些年呢 在外面没少受罪 现如今呢 有了这么一个回报 是老天有眼 还有这一事啊 我是一直就瞒着你 没告诉你 一直就趴着你回来 把这好事告诉你 叔叔 您什么事 嗯 没有光杆的状元上任的 是不是 现如今 你这个身份 必须的 得带着夫人 哈哈 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我给你问来了 咱们这 有一个大户人家 也算是有钱的人家 朱 姓朱 朱家的姑娘 知书达理 没有这么合适的 我告诉你 应用职务我都买来了 聘礼我都给完了 没有让你花钱的劲 孩子 而且还告诉你 五天之后 就是吉日良辰 一切都安排完了 你就等着入洞房 入了洞房之后 小两口上任 走 我还不留你了 啊 来 咱们庆祝一下吧 喝一杯吧 端起杯来 大伙 我喝这倒戏倒戏 喝酒 要满着心啊 不蹬不蹬跳 哎呀 这叫什么事啊 按说 他就得拦着 说这个 我呀 娶了媳妇了 不能再娶了 不合适 当初是如此赠般 赠般如此 我在说这 但他没说 表情上有点木 大伙一瞧 满贵纳闷 怎么了 不乐意 你不是 没不乐意 哎 你这个 你仙人长得不好看 我可告诉你 这姑娘白得挑衣 温柔贤熟 没有毛病 好极了 我 我这个 你怎么了 莫不成你在外头 娶过妻了吗 话说到这份上 他就应该接过来 对 我是娶妻了 怎么怎么回事 应该输 都问他这份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那你怕什么的呢 是不是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三说五说 把这茬就折过去了 转过天来 酒醒了 他也没提这茬 五天之后 敲罗打鼓 把媳妇娶回来了 喝 也过门一瞧 哎呀 小媳妇真好 长得漂亮 大户人家的姑娘 知书打理 温柔娴熟 说话办事 都特别的敞快 一点没有说扭扭捏捏 小心眼 嚼性 没有 喝 小满车 媳妇不错 你看也挺漂亮的 说话办事都挺好 这可我能带得出去 我现如今是知府大人 兴和的状元 我的夫人 不能太差了 嗯 这个诸事非常的好 正和我意 挺好 啊 这儿归着完了 家里给他践行 大伙是 赶奔广平府 我怎么说他心里一点都不想着文姬 那倒也不是 这几天心里边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 哎呀 怎么办呢 当初人家家对我是不错 风雪中老头把我救活了 而且把姑娘许给我 这事我是有点差道啊 哎呀 正经算是结了婚了 而且供我念书 我得了一个状 得状元之后 为了给我选官 人家家连房都卖了 手势也都卖了 最后给我凑了五千多两银子 我这才进北京 得了这个广平之福 我要说就这样这辈子不理他吧 咱也是说不过去 可是你说这要是真见着了 我说点什么好呢 人得说 你不说说 归制完了接我们来吧 你没来呢 这个怪不好意思 后来我这个娶媳妇这事我也没推开 人家要问我 我也没法说 哎呀 见了面 怪难为情的 他竟琢磨见了面不好意思 就把这茬啊 望后推 老也不琢磨这个 说的话可就到了广平府了 该做官做官啊 该问案问案 一切都非常的好 而且来说 朱氏夫人对她是特别的好 啊 不管是里里外外的操持家务 忙活一切啊 啊 看管家里这些个人啊 这些个事情 夫人非常的好 有时候看她老愣神 自有心事 试探了几句呢 她也不说实话 啊 后来有两次 半夜里睡觉 她自个儿惊醒了 哎 我这个 夫人说你怎么了 没事 又躺下了 天亮了 吃半了早饭 夫人说不对 你到底怎么了 你跟我说实话 我没有什么事 不对 你准有心事 你说吧 天塌下来有地接着 你跟我说 我这个人你也知道 没这么些事 我也不是 有什么事你说 咱们该解决就解决 事凡有一事 我是瞒着你来着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咱俩成亲之前 我落魄之时 我有一个一厢好的一女的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应该实话实说 人家怎么对她好 人家怎么对她好 都没提 我没辙那会儿 没想好的 有一女的 哦 夫人一点也没觉着吃惊 怎么着呢 我是答应她说 说我以后要好了 我就接她去什么 反正这么长时间也就过去了 你怎么能这样 你不管怎么着 在你没辙落魄的时候 人家对你好过 现在你好了 说你得报答人家 又何况你许过人家 说接人家去 你怎么能说了不算 赶快安排他们去接去吧 我没事 我什么事都没有 尤其那个年代 男子汉 说实在的 三妻四妾很正常 所以夫人说这不叫事 你就把她接来吧 接来一块过日子 我没事 你千万不用考虑我 这也不用 没事 这么长时间了 她那个小门妇女 她看我没接她估计也就嫁人了 可能是 抱歉 你甭往心里去 其实按说这又是一个好机会 接这个茬 把人家接来好好的就得了 她觉得见面我怎么说 算了吧 就没往心里去 一晃 有这么好几年过去了 知府是三年一转 说在这个问题上 当知府当三年了 不能老在这待着 天下的官都是这样 她这也是连着这几年 换了几个地方 还都不赖 因为有夫人给她把持着 官生是非常的好 挺好 一直到了十二年之后 调任齐州府政堂 齐州之府 啊 来吧 大伙就来到齐州这上任 到这一瞧 嘿 齐州府这很有钱 勿华天保人皆地灵 啊 一抢这衙门盖的呀 比别处也都大 挺讲究 啊 只是因为上次这个官啊 不好 啊 贪赃卖法的 所以走了之后呢 这个官盖的后花园呢 盖的后边很多的这些 非法建筑吧 都给封上门扬洞 现在换了新姥爷了 上上下下 重新的规矢 该打扫打扫 他们这一切安顿完了之后啊 是住的前辈 有正堂 后花园这块呢 就慢慢的规矢 收拾了十六天 管家说 大人可都收拾差不多了啊 而且呢 新换的土 啊 水也都调理完了 甲山上也都挺好 那花草都布置完了 这一半天没什么事的 您就瞧瞧吧 咱们这后花园可不赖 啊 行挺好 那看哪天没事 呃 退堂退得早 我们看一看 三两天过去了 这一天 早堂之后没什么事 中午吃罢了午饭 跟夫人诸事说 一会咱们后花园瞧瞧吧 哟 后花园收拾出来了 收拾出来了 他们说好呢 咱们看看去 哎 跟夫人一块可就出来了 带着几个丫鬟婆子 走来走去 走进了后花园 一看真不赖 啊 弄了很多的好看的假山 历时如刀卧时如虎 啊 四十八节长青草 什么都有 哼 现在挺高兴的啊 这有点意思 这符合我这个身份 这儿瞧瞧那看看 夫人带着婆子们站着看花 她自己一个人呢 顺着墙根往前溜达 走来走去就发现这儿有一小门 哎 这挺奇怪的啊 这怎么还小门 是后门 是后门吗 不是 后门在那儿 上着锁呢 嗯 这怎么回事 一推这个门 一瞧是一个小院 闹这么三间小房子 有一个小丫鬟呢 跟那儿 正弄草呢 可是背冲着自己 这门一响 他往里一探头 小丫鬟一回头 当时吓一跳 哎哟慌 是你 谁啊 想当初在凤乡 老丈人家里边挨打的那个小丫鬟 哎 怎么是你啊 小丫鬟一吞 是你 磨头就跑 就往那屋里边去了 他一瞧哎哟 这茬不对啊 这怎么回事呢 端带撩袍就进来了 啊 一直就追在那门那儿 要往上走 还没走 门开了 门开了 里边有一半截帘 一挑着帘 他里边除了一个人 不是旁人 正是他的前妻 叫姬温姬 一山破碎 面容憔悴 望外一走 四目相对 俩人都愣了 满的爷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前妻在这儿 啊 当时就愣了 再瞧文姬 眼泪下来了 拿手点指冤家冤家 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嗯 你是太狠心了 啊 这个 哎呀 其啊 那个 我 你怎么到了这儿了 我怎么到了这儿了 啊 你当初是怎么说的 你还记得 嗯 我们全家人把房都卖了 所有的钱都给你拿走了 让你进京某一个好差事 你说的是啊 事成之后马上就回来 我们是今天等明天等 你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啊 哎 我父啊 身体也不好 后来呀 老替我着急揪心的 最后啊 就活活急死了 你说剩下我 我也没有钱 怎么活着 一点都没有辙 就剩下我啊 带着这个小丫头 我们简直就跟乞丐一样 啊 我们是走东家要西家 最后没辙了 流落在这儿 文庭人说 你到齐州来做支付 是我们买通了你们府里的花奖 趁着换花草的机会 我们进来了 在这个小破房里边 暂且存身 我还想呢 哪天我能见你一面 我跟你好好地说一说 啊 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看着你了 你派派良心想一想 你对得起我们吗 啊 上屋说去 上屋说去 干嘛上屋说去 花园里边 朱氏夫人在那儿 上屋说 来到里边一瞧这里边这破呀 就一个破炕 这一桌子 两把椅子 往这一坐 哎呀我这是 反过是对不起你啊 对不起 我知道 可是 有这么一个原因 当初我们 我家里的哥哥找我来了 非让我先回家祭祖 回家祭祖之后 到家 我叔叔 已经给我定了这门亲 我再三的推辞 推辞不掉 我这没有办法了 我这不 我这就是 勉强成了亲了吗 是不是 后来我派人去接你 然后他们说没找牢 不知你住哪了 然后你也知道做官这个事情很麻烦啊 然后东奔西跑我哪都去 最后我就到这地步了 是不是 哎呀 你别难过 对不起 这是我的错 我也知道 你跟朱氏夫人挺好的 夫人知书达理 敦重贤熟 我来也不是找事 我也不是说想跟你争竟什么 要想争竟早就闹了 我也等不到今天 我只是想告诉你 现如今我们混得实在是太不好 吃了上座没有下座 可我们俩又没有该死的罪过 只能在这儿是暂且存身 你要有吃不了的残堂剩饭 给我们一碗半碗 穿不了的破衣烂衫给我们一件半件的 我们俩跟这儿呢 就算把下半辈子活过去 哎呀 你说这个话 我心里 你这样 我呀 我跟朱氏夫人说一声 那事 好不好 咱们看看怎么处理这个事 你先带着 打这儿出来 出小门来到花园里 夫人一瞧 你怎么了 你 啊 我没事 你怎么脸上变眼变啥的 他回忽说 回忽说 你瞧这怎么了 这事 回去吧 来在了厅堂这儿 把左右的人等全都打不走了 夫人哪 有点事 你说怎么了 是 你还记得当初我跟你提过吗 啊 就是我落难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 有相好的 他对我不错 啊 这么多年 我以为他这个就 就 就改嫁了哈 谁知道 他没有 不光没有他这回 找到这儿 这个 我也挺为难的 那为什么难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早就说让你把人接来接来的 你看看 活雨摔死卖了吧 人在哪了 后边那小房那儿了 还是他那意思就跟这儿 跟这儿凑合住着 看看完事 说你别生气就行 我生什么气啊 你这应该的报答人家 你这 嗯 不要紧 这么些房也住不过来 打扫东厢房啊 好好的安顿人家 这么多年对不起人家 你得好好的报答一下 那那倒不用 那倒不用 这给他留着 这就行了 就行了 安排人吧 啊 这规制 收拾好了之后 请文姬姑娘 啊 这请来之后 一见这朱氏 文姬姑娘 低头啊 朱氏夫人很大方 呦 你看看姐姐 啊 我跟他说过啊 让他接你去 谁知道他们怎么怎么回事闹的 啊 嗯 得了 你们今儿俩就是见着了 以后咱们多亲多亲啊 多亲多亲 对对对对 啊 对了 我们给你打扫出东厢房来了 啊 你们就 跟那凑合住着吧 缺什么用什么 您就说 哎 咱们家就是一块过日子 咱们今儿俩呢 也不分大小啊 好好过日子 我什么事都没有啊 您放心 我这人好着呢 啊 行了 打这起 文姬带着丫鬟就住在了东厢房 可是每天 这位满子爷也不上东厢房去 啊 就是白天院要看见了 打个招呼 哎呀行 挺好挺好 晚上一步都不敢去 朱氏夫人说你这也没有必要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而且人家来了 你也不能男人当丫鬟 你也不能当别的 是不是 终归他跟你有一段姻缘 你 你就放心 我没事 你愿意在哪屋睡就在哪屋睡 啊 我 你没事没事 说话老不说痛快了 一直到这天 啊 牙门里来了几朋友 一块聊天 吃饭 喝多了 晚上晾晾晾的走路过东厢房 猛人间站住了 带着酒 幸一想 你瞧 当初 人对我事不错 你谁想到 哎呀 今天喝点酒 往常不敢去 怕有鼠子 就是喝点酒了 要不我 上他那屋去吧 嗯 迈步上来啪啪啪一打门 门开了 小丫头叫 呦 老爷您来了 啊我来了 您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让到里边 这边呢 也有丫鬟跟朱氏夫人可就说了 说那个老爷今天上东厢房住去了 可能不过来 夫人乐了 哎 这是应该的 人家诚心在我前边 而且来说是我说的 两边呢 随便住 嗯 应该的 你们不许串闲话胡说八道的啊 行了 都歇着去吧 一夜无数 转过天来 早晨得有这么八点来钟了啊 家里人都起了 大老爷得起啊 他得升堂问岸去 啊 等了半天 怎么还没起呢 夫人乐了 你瞧瞧 他岁数大了 他没出去 不爱起床啊 也有人说 哟 那个压缝婆子呢 夫人您怎么了 这咱们十年没见面了 光他说话还不得聊一宿啊 估计这天亮是刚躺去 他就是就是 行了 就没事 你们都该忙忙去吧 到了中午快十二点了 说这个 也该叫他们了 啊 所以今晚得吃饭呢 啪啪啪 咱们是半天 没有人行事 大伙说这不对啊 喊吧 老爷 天可不早了 您该起床了 怎么喊也没人搭茬 夫人乔 这怎么回事啊 把门踹开吧 光当一声 把门可就踹开了 往屋里瞧 一瞧呼 吓所有人一跳 满文尘躺在地上 是蹊跷流血 是气绝 身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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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